牛羊肉泡膜,葫芦头泡膜,三鲜泡膜,豆腐灰菜泡膜 来我们陕西,啥啥都能泡膜 今天就教大家做我们陕西西府名吃豆花泡膜 干货去拿走,开心就变甜 大家好,我是苹果王老师 那么我们就从磨豆浆开始 打豆浆嘞,肯定离不了黄豆 黄豆我们选择颗粒饱满的黄豆 这个黄豆提前用清水浸泡液 让它照发成这种状态 一斤泡好的黄豆,加十斤水,磨豆浆 豆渣嘞,要再磨一次,无尽其用 继续加水 磨好的豆浆,倒入锅中,准备熬姜 开小火,慢慢熬,把豆浆熬熟 不轻角度,如果火太大的话 容易扒锅挤,容易糊锅挤 熬豆浆这里有一个技术点 豆浆烧开就有八十多度,并没有烧熟 所以你看,烧开后用小火再熬个五分钟左右 彻底把豆浆烧熟,去除豆腥味 熬豆浆的同时,我们准备点豆花 点豆花咧,我们宝鸡当地都是传统的石膏点豆花 今天咧,我为了健康,用类质点豆花 今天我们点四斤豆花,我盆里加六颗类子 加少许水,化开 烧熟,凉到九十度的溜江,冲入盆里 凶速加盖,静置十五分钟,不要动了 等豆花凝结成型的同时呢,我们讲豆花泡馍用到的馍 这个馍呢,就是我们当地人叫的锅馈 就这么厚,就这么实在 这个锅馈馍,我们切成这种薄薄的片 豆花泡馍,还有用一个调味料 辣椒油,我们看一下这个辣椒油要用到的食材 陕西寄到的青椒一百克 大葱片三十克 增浆片二十克 还要用到这六种香料,使辣椒油的味道更香 400克蔬菜籽油,加入葱姜 和我们配好的六种香料 小火慢慢升温,慢慢炸 把这个香味充分的溶进油里去 炸到葱姜干晃,香料的香味浓郁死 捞出了炸 油翁六七成热死,先来一手 啵,提出辣椒的椒香味 再带油翁四五成热死 全部泡入 酱油后这个辣椒油,闻着特别香 时间到,豆花也剪好了 凝固的特别理想,你看 接下来我们就泡馍,看起 锅里的豆浆烧开后倒入毛片 喜欢吃麻花呢,再来两个麻花 所以煮一煮,冒一冒,冒头后,捞出 再盖上两勺豆花,调出盐,再来两勺辣椒油 放上咸菜,撒上香葱,最后冲入熟豆浆 点缀点香菜,这样我们每一每的一碗豆花泡馍制作完成 豆浆鲜香,豆花滑嫩 锅盔膜呢,有嚼头越嚼越香 磨香,豆香,辣香,溶于一体 早上来一碗,暖暖和和,精神一整天 最后我们回顾总结一下豆花泡馍的几个技术点 一,点豆花死,一定要掌控好豆浆的温度 豆浆温度高了咧,把类子就烫死了 进来咧,也点不住 二,冒磨死,不要磨的时间太长了 时间长了咧,磨就散了,就成磨花了 三,调味比较简单,只要用一个盐 吃的就是豆浆豆花本身的现象 豆花泡馍咧,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小吃 历史也很有久 欢迎大家来我们陕西 品尝更多的地方特色小吃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更多小吃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 大家好,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推出一个 全新的会员专享视频业务 叫做品诺餐创永课堂 在这里您将学到更为专业的 详尽的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专享视频全都是以开店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清晰准确 包含设备采购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培训了上万名学员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家常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专业 更系统的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专享视频 每周更新一期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 Thank you